我的儿子也是结婚了嘛 也是要跟岳父相处啊 今年春节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岳父打电话 然后呢打完电话以后 他就跟我就也跟我聊了聊 反正我跟儿子还蛮多可以聊的 然后我儿子就说 他说妈妈我刚才跟那个 就是说他的那个岳父打了个电话 他说这个聊天不是太愉快 我说怎么呢 他说我听他这个话里 都是一些指责 我说他都说什么呢 都指责你 他说有岳父就说 你们这年轻人要多看书 我说这不是指责 这不挺好的吗 多看书 然后说生活上呢 要更加的简朴 意思就意思 话闲外音 就是他们可能太浪费 然后我就 我就听他来跟我分享 我就听着 我说那最后呢 他说最后 我也说了几句 他说我也没有直接说 但是呢 我就跟他说 哎呀 现在这个年轻人的生活 跟你不太一样了 他说我就挺委婉的 就是把这个话说回去了 哎呀 我就心想 哎呀我的儿子呀 你就别讲话嘛 你就听了就行 那岳父大人一年打几通电话 就是两个男人 你还非得把他这个话 讲回去干嘛 我心里想 我就没讲话 我说那你听了以后呢 他说我听了以后呢 我就岳父呢 就是对我不满意 一来嫌我没文化 二来呢 嫌我这个生活的这种方式 但是他说我觉得 他说妈妈 我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方式 我们是没有像他 每天摸个书本看 但是在网上 在这个网络上 我们也知道很多东西 就是他就跟我聊嘛 哎呀 我就心想 我说 你这个年轻人 怎么有智慧 可以听老人的话 其实老人 其实岳父说的没错嘛 就是 那然后我就跟我的儿子说 我说儿子 我说 如果可能以后 妈妈跟你的这个 妻子啊 跟着我这儿子 说话 可能也有轻重 我说等我要说的重的时候呢 他要跟你抱怨 你也接着点 妈妈有时候说话 也可能会深 我说因为你跟我分享 这个事情让我想到 可能有时候我说话 我觉得我在讲一件挺好的事情 但是可能孩子们听见了 你的太太听见 可能那个意思就完全不对了 我没有直接跟他讲 我没有直接跟他讲 我只是跟他 从这个角度 就跟他谈了一下 然后后来 我说我们这些年岁 跟你们不一样 可能想法 却有些时候是不一样 然后儿子 我儿子就大概明白 说那妈妈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下次岳父大人讲话 你就不要讲 你就听 他讲 你就说是 对 是 对 两个字就行了 他就笑了 他说那好 下次我知道了 就是我觉得 年轻人 有时候我们的角色 也是帮儿子 怎么跟这个 跟他的这个岳父岳母 好好地相处 好 福啊 哈哈哈 好